早期的张子怡为了火能有多拼 2000年的柏林电影结上 张子怡身上那抹红色肚兜 可谓是亮过张艺谋手中的英雄奖杯 那年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我的父亲母亲荣获英雄奖》 上台领奖前 她特意嘱咐张子怡不准和自己上台 而在张子怡看来 这种出风跑的好机会怎能错过 于是在张艺谋起身领奖时 她也偷偷跟了上去 最让人无疑的是张子怡只穿了一件红肚兜 这无疑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除了眼球 台下更是一片窃窃私语 一件小小的肚兜直接盖过了电影的风头 还冲上了热搜第一 这时的张艺谋显然很不高兴 但对着这么多镜头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后面下了台越想越气再也窝不住火 便大声呵斥张子怡不懂低调 欲望和野心全写在脸上了 1998年 张艺谋为拍摄《我的父亲母亲》 在北京各大院校找女主角 在公开招人过程中 张子怡被一位合作过的副导演 推荐给了张艺谋 经过漫长的选角 张子怡好不容易见到了张艺谋 但张艺谋却嫌弃她太小了 她想要的是比较成熟的形象 为此一项不服输的张子怡 还专门去看了个大波浪 再次去见张艺谋 可张艺谋还是不满意 不过后面经过仔细的思考 张艺谋最终决定用张子怡 出演电影《中母亲》这个角色 得知被选中的张子怡开心不已 为了能够抓住这次机会 给导演留下好印象 在看完剧本《大纲》之后 张子怡就直接去了农村 挖土豆 喂猪 种地 就这样体验了一个月 也成功获得导演的认可 随着《我的父亲母亲》的播出 张子怡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并获得第23届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 对于张子怡而言 这是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于是在出席颁奖典礼时 她别有用心地选择了一身红肚兜 而据说在重大国际电影节上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得奖时必须是导演去领奖 很少有演员上台领奖 除非导演同意 从张艺谋多年的风格来看 她是相当低调的一个人 面对张子怡的张扬与激进 作为前辈自然有资格做出评判 对于张艺谋来说 张子怡穿红肚兜上台领奖太过高调 但对于当时正年轻的张子怡来说 年纪轻轻获得如此奖项 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而虽说当年张艺谋骂了张子怡 但两人此后还有多次合作 也将很多经典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得不说张子怡在演艺上的成就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张子怡对自己的狠近是那种绝地求生式的 认真刻苦起来非常人所能 这点也得到张艺谋的认可 所以她后来发展势头强劲无敌 非常努力也非常幸运 在很宝贵很美丽的二十至三十出头 用作品说话 创造了女演员都艳线的佳绩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章 而曾被称为国际范的范冰冰 此前也穿了一件杜兜亮相活动 网友看后纷纷表示同样是国际巨星 这差距也太大了 范冰冰张子怡都是属于那种穿衣比较大胆的女艺人 两人同台过很多次 每次都会被拿出来比较 这次她们穿杜兜也不例外 有网友认为范冰冰更胜一筹 出场简直是眼前一亮 范冰冰尝试了短发 显得更加干练 由内而外散发出女强人的气息 美得不仅仅是脸还有气场 杜兜群更是完美地展现出她的身材曲线 前途后翘性感撩人 一般来说 像范冰冰张子怡这样嘎位和影响力几乎相等的女星 之间会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不管在时尚资源还是影视作品会有部分重叠 两家粉丝很容易恰起来 网上也曾传出范冰冰张子怡关系不合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论作品张子怡多向大奖压身 在圈里地位颇高 润长相范冰冰被称为内地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 巅峰时期所向披靡 一个有作品一个有颜值 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两人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各自美丽互不影响